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最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 宣布与美国新创公司Zero Gravity联手 投入500万元成立区块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你一定听说过人工智能吧?还有区块链? 这两个技术曾经各自席卷全球 如今,它们可能要在新加坡和美国 得这个合作项目中碰撞出新的火花 美国Zero Gravity主打去中心化AI 核心是利用区块链技术让AI模型的训练过程 数据来源与结果生成都能被验证与追溯 这种机制能够有效解决目前AI面临的三大痛点 透明度不足,偏差无法纠正,问责机制缺位 这与新加坡的AI治理框架 Model AI Governance Framework高度契合 政府希望AI不仅聪明 还要值得信任可解释能监管 更令人期待的是 双方投入了500万元的科研资金 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战略布局 这是否会彻底改变我们对科技的认知 甚至可能成为全球科技未来发展的风向标 接下来我们一起接下了 那么这个研究中心究竟在研究什么 其实它的焦点非常清晰 让AI更透明、更可验证、更安全 Zero Gravity专注去中心化AI计算 而南大拥有世界领先的 AI与密码学研究实力 当两者结合便形成了三个潜在的突破方向 第一,透明AI训练体系 Transparent AI Training 未来每一次AI模型训练的过程都能被区块链记录 确保数据来源真实可查 防止算法被恶意操控 第二,可信AI内容验证Verifiable AI Output 这能让AI生成的文字图片视频都有可追溯标签 为未来反AI造假提供底层技术 第三,开源科研与人才孵化 研究中心将推动新加坡本地研究生项目 黑客松竞赛与国际科研合作 把新加坡变成区域性的AI创新集聚地 这不仅仅是科研 更是一种产业预备布局 因为一旦AI信任验证机制成为全球标准 新加坡将率先拥有制度与技术话语权 那么Zero Gravity为什么要选择 新加坡作为其海外首个办事处呢 原因很简单 新加坡拥有三大独特优势 法律环境透明科研基础扎实政策中立且开放 这些特质使得新加坡成为AI 与Web3企业最理想的试验场 在美国与中国的AI监管环境逐渐收紧的当下 新加坡的中立地位反而成为 未来当更多AI企业寻找一个 既能创新又能合规的落脚点时 新加坡很可能成为首选 从表面上看 这只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与 美国新创公司Zero Gravity 合作成立的一个研究中心 但从战略层面看 它是新加坡科技路线图的又一部关键落子 通过区块链技术增强AI的可追溯性 透明度与问责机制 新加坡不仅在定义未来AI的技术标准 更在建立全球信任基础设施 这一次南洋理工大学和Zero Gravity的跨国合作 不只是资金投入 更重新定义了一部分技术的未来 在人工智能和区块链领域 它或许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那么问题来了 去中性化真的能抗衡传统巨头的封闭系统吗 新加坡模式的这种发展路径 会不会成为未来科技的主流 甚至新的标杆 这些问题需要交给未来去验证 那么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